桑叶被称为神仙叶 现在农村非常的火 今天就教你 桑叶正确的用法 今天通过视频 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桑叶 好多人还不了解这种植物 其实桑叶比桑圣果还要值钱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这就要说到桑叶的价值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 桑叶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小用途 这一点女性朋友用的比较多了 我们可以采摘新鲜的桑叶 然后加上蒲公英一桶煮水 用它拿来清洗脸 这一点呢好多人还不知道 今天我到户外采摘一点桑叶 拿回家煮水了 我在采摘桑叶的时候 会采摘叶子比较嫩 而且看起来非常油亮的 这样的桑叶储藏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采摘新鲜的桑叶 淘洗干净 放进阴凉处阴干就可以了 然后装在密封袋里面 放一年都不会坏 随取随用 非常的方便 在农村 桑叶又被称作是神仙叶 好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 筛干的桑叶在网上 可以卖到几十元一斤 因为桑树有非常好的市场价值 所以有些农村人 就会专门种植一些桑树 采完桑果之后 就开始采摘桑叶了 桑叶果一年摘一次 但是这个桑叶 一年可以采好多次呢 懂得桑叶的人常说 它十分珍贵 争着买回家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第一 这个桑叶是可以拿来做菜吃的 我们可以采摘新鲜的桑叶 拿来煮粥 煲汤 都十分的美味 还可以和大米一块煮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呢 第二个妙用 桑叶可以拿来制茶喝 喜欢喝茶的朋友 大家可以采摘桑叶 回家呢 好喜干净 放在大铁锅里面 用纹火炒上四十分钟左右 就可制作成桑叶茶 这样做起来的桑叶茶 喝起来健康又卫生 桑叶还可以拿来煮水泡澡 对我们的皮肤也十分有益 以上就是关于桑叶在生活中的价值移用途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给赞人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